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上两期影片一共是四场比赛 截止到目前为止 英格兰和三内加还没有打 一场没中 阿根廷也是赢球输盘 那场比赛我买了一个大小球 比较幸运的还是中 今天的四场十六强淘汰赛 我也会明确的把我的观点和大家分享 各位可以参考 就像去年的欧洲杯一样 和我的观点反着满 别墅靠大海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日本对克罗地亚博彩公司开出的是 受让半球 世界杯一组第三轮 日本2比1逆转了西班牙 小组投名出现 赛后日本主帅森宝伊接受采访 森宝伊表示比赛非常的艰难 球员们踢得也很顽强 并且充满了信心 上半场很难 我们强有力的战斗完成了比赛 球员们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尝试尽可能的得分 以及尽可能的少丢球 上半场的比赛为下半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之前的目标就是打进八强 那全世界呢 从他们的表现中也看到了 他们有能力能够打进八强 在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 替补上场的唐恩律马上就掌握了一球 帮助球队扳平比分 在本阶世界杯中 唐恩律已经打入两球 表现值得肯定 此外田中碧也有一球进仗 帮助日本反超了比分 在主教练的带领下 这场比赛提出了非常高的激战注入水平 他们沿用了战胜德国的比赛策略与思路 凭借着球队极高的整体性和战术意图 拿下了这场艰难的比赛 整场比赛日本仅尝试了六角射门 设政三次打进两球 田中碧为日本打进第二阶进球后 日本队仅有两角射门 在莫拉塔的进球之后 西班牙尝试了12次射门 但是最终无法再攻破日本队的大门 克罗地亚在小组赛中有些慢热 不过他们还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 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 尽管格子军团年龄偏大 但他们经验丰富 这也是球队最大的资本 在克罗地亚0比0战评比例十类比赛中 穆德里奇有着全场最高的两次射门 四次抢断 同样多于场上的任何其他艺人 最终凭借在本场比赛中的出色表现 穆德里奇当选了全场最佳球员 虽然小组赛第三轮的整场比赛 没有一力进球产生 但是双方的进攻却十分精彩 两队总计在运动战中尝试了42脚全中 克罗地亚尝试了22次 比利时20次 尤拉诺维奇和德布劳内都贡献了6次全中 对战中双方在射门次数 射证次数 传球成功率等各项数据 差距是十分的接近 全队的跑动距离也相差不大 克罗地亚全队跑动了118公里 比利时全队为120公里 两支球队此前有过三次交手记录 战绩为一胜一平一负 日本队的胜利发生在了1997年的麒麟杯上 当时日本是4比3取胜了对手 其余两场比赛都发生在世界杯赛场 98年小组赛日本是0比1告负 2006年小组赛两队是0比0打平 日本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 着实是令人刮目相看 作为亚洲球队 在身体对抗能力上明显处于下风 但球队能够扬长臂短 利用自己的速度体能还有脚下的技术优势 发挥到了极致 同时还有主帅森宝伊准确的战术策略 多方便的操作才能使得日本可以从死亡小组中取得突破 完成了其他亚洲球队无法完成的任务 反观克罗地亚在本届小组赛中的表现尚可 他们打平了比利时将欧洲红魔送回家 自己一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 面对日本克罗地亚也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克罗地亚的总体实力并不亚于日本 结合目前的数据来看 克罗地亚也得到了机构的普遍认可 这场比赛我个人是毫无疑问的支持日本队 我认为这支球队完全不能再把它当作亚洲球队来看待了 所以这场比赛如果我去买的话 我会买日本队独赢 巴西队韩国国彩公司开出的是让一球半 巴西队还是顺利小组第一出现 他们将对阵亚洲球队韩国 这个对阵结果对于巴西队来说肯定是满意的 相信球队有非常大的信心走得更远 毕竟韩国队的实力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的威胁 在对阵卡麦隆的比赛中 巴西队直接轮换了一个队 首发的11人在揭幕战中均是替补球员 比赛中热苏斯和特莱斯均因伤被替换下场 随后巴西足协官方宣布 热苏斯与特莱斯因伤退出本届世界杯 再加上现在目前还在养伤的内马尔 最后一轮小组赛不敌了对手 最终未能以不败战绩出现 不仅输球 而且也是球队首场比赛未能进球 攻防两端的均出现了倒退 在输给卡麦隆之后 本届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 已经没有全胜的球队了 这是世界杯历史上32队时代以来的首次 韩国在本届卡塔尔世界杯顺利晋级16强 这是球队第三次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 也是队长孙星明的首次世界杯淘汰赛之旅 相信全队上下对于这场淘汰赛都非常重视 孙星明也是在重压之下展现出了过人的实力 在对阵葡萄牙的生死大战中 他送出了致命助攻帮助黄喜赛打入了反超比分的进球 在赛后确定球队晋级16强之后 他更是喜极而泣 狼队前锋黄喜赛成为韩国人民英雄 对阵葡萄牙的比赛中 他下半场替补上场 并在补食阶段打入了金子班的制胜进球 赛后被官方评选为本城比赛的最佳球员 同样前广州恒大后卫金英权在对阵葡萄牙的比赛中同样有着亮眼的发挥 他用进球帮助球队扳平比分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世界杯一共打进了两球 分别是面对德国和葡萄牙所打入的可谓是大场面的先手 上轮击败对手之后 自此韩国队两次在世界杯赛场上对上葡萄牙均取得了胜利 对于亚洲球队来说创造这个记录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两队最近三次交手中韩国队均不敌巴西历史战绩上韩国不占任何的优势 作为本届卡塔尔世界杯夺冠大热门的球队 巴西队小组赛还是给我们展现出过人一等的实力 要知道他们末轮输球是建立在启用大批轮换球员的基础上 那为的就是保护主力球员能够更健康的出现在淘汰赛的赛场 韩国与乌拉圭的小组赛同分 但是由于进球优势惊险晋级淘汰赛 对于他们来说显然巴西队不是一个非常好对付的对手 往级上来看韩国队面对巴西队也是满满的劣迹 那总的来说巴西队的阵容整体优势太过强大 韩国队面对每一个位置都是明星球员的巴西或会束手无策 综合下来看好巴西常规时间内的表现 摩洛哥对西班牙博仔公司开球的秀让一球 边风齐耶赫在小组赛阶段贡献了一传一射的表现 在进攻端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主打433阵型的摩洛哥边路的推进能力极强 两名豪门级别的左右边后卫 阿什拉夫和马兹拉维 同时还有齐耶赫阿姆拉巴特这样的推进和进攻发起核心 加上封线的恩内斯里进攻非常的犀利 三场小组赛取得了两胜一瓶的不败战绩 能够在拥有比利时和克罗地亚的小组中 以第一名的身份脱颖而出 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黑马球队 三场小组赛只丢了一球 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没有球队完成零封 因此摩洛哥是小组赛阶段防守端最好的球队之一 主帅雷格拉吉是在世界杯开赛前81天才上任的 接替前任哈里霍季奇 并说服与前任主帅有矛盾的切赫等人重回国家队 世界排名第22的摩洛哥 利亚第2的比利时 第12的克罗地亚 投名出现 球队面对强队表现出来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西班牙中锋莫拉塔已经有三球进仗 另一名前锋的费兰托雷斯也有两球进仗 有望冲击本届赛事的金靴 西班牙阵中目前有6名球员取得过破门 球队的得分点是相当的分散 让对手防顾胜防 小组赛阶段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 先是7比0狂胜了哥斯达利加 随后1比1与德国握手言和 最后一轮是1比2输给日本 被质疑有意避开上半区 但无意例外的是西班牙每一场比赛 都占据场面上的优势 三场小组赛中足足打进9球 是本届32强装小组赛阶段 攻击力最强的球队之一 与英格兰并列第一 莫伦输给日本涉嫌空分 有人认为恩里克是算分大师 一个大的战略家 那也有人认为机关算尽下的下场 通常都不好 引起了舆论界的很大争议 双方总共有一次交锋 战成了平手 那盘口方面 摩洛哥最近四场比赛 全部赢下了盘口 这个表现是超过预期 西班牙最近四场比赛 有三场打出了大比分的赛果 球风十风的奔发 本场可以稍加留意 从三场比赛的过程来看 西班牙无时无刻都在演绎 教科书式的传控足球 那莫伦输给日本呢 相信也有避开上半区的巴西 所做出的考虑 不过摩洛哥此前的技瞻数呈现了令人印象深刻 是一支防守端稳固 进攻端高效的球队 那本场比赛西班牙可能未必会打得非常流畅 因此呢 机构普遍看好摩洛哥在90分钟内不败 但我个人就像我手里这片西班牙国旗一样 不管对手多么强大 我都会支持西班牙 葡萄牙对瑞士博彩公司开出的是让半球 那葡萄牙为了淘汰赛呢 已经是提前做好了准备 在小组赛莫伦轮休了多名主力球员 可以说对正瑞士来说 主力球员磨刀祸祸 首场淘汰赛球队充满信心 总结一下塞罗三场小组赛的表现 那这三场小组赛呢 总裁全部首发 只不过上场时间在逐步减少 对正加纳第88分钟被换下 对正乌拉圭82分钟被换下 那对正韩国呢 则只打了65分钟 在对正加纳的比赛中 打入了一粒点球 还没有运动战进球 那在输给韩国队之后呢 主教练桑托斯表示 输球的责任在于他自己身上 并表示韩国队的第二个进球 是被打反击所丢 非常的不应该 葡萄牙小组赛前三场 常常都有进球表现 球队在进攻端的活力 还是相当不错的 瑞士往往在大赛当中 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去年的欧洲杯首场淘汰赛中呢 便淘汰了夺冠大热门法国 本场在与欧洲杯冠军葡萄牙 瑞士队一样有信心 给他们带来麻烦 主教练亚金赛后 接受媒体时表示呢 16强赛上对正葡萄牙 如果球队能够把握住开局 战术能奏效 那么一切皆有可能 在对境塞尔维亚的比赛中呢 瑞士中场扎卡表现不错 在他的调度下 球队拿到了一场胜利 赛后被官方评选为 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在击败塞尔维亚之后 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 那据统计呢 2014年以来呢 瑞士五届大赛 包括欧洲杯和世界杯 全部能小组出现 本赛季的欧波联小组赛中呢 两队就被分到了一组 当时呢 两回合交锋中 两队各取一胜 从近期的历史战绩来看 双方难分高下 葡萄牙在上届世界杯首场 淘汰赛呢 就失利早早回家 而去年欧洲杯上 8分之一淘汰赛 遇上比利时 同样是失利 早早打到回府 来到本届卡达尔世界杯 事不过三呢 葡萄牙人 势必不会再让悲剧重演 这一次他们有更强大的阵容 来证明他们值得 在卡塔尔待得更久 而且在小组赛 莫伦球队 同样轮休了多名主力 这对于球队 接下来的征战 有利无弊 瑞士与塞尔维亚的比赛中 火星四箭 双方的比赛强度都非常高 而且全主力出战的瑞士 也是消耗不小 结合目前的让幅来看 两队在今年的欧国联赛 已经有过交手 彼此的阵容 大体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说两队还是足够了解 就葡萄牙今年这套阵容来看 只要防守端 不要有太多的疏忽 发挥好进攻端的优势 常规时间内 拿下瑞士 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场比赛 虽然瑞士非常的难缠 就像去年的欧洲杯 我当时也说过 瑞士有可能成为一只 最大的黑马 因为我买了葡萄牙的冠军 这场毫无疑问 我支持葡萄牙取胜 最后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